创世纪第29章 雅各继续前行到了东方人的地方 他看见田间有一口井 有三群羊躺卧在井旁 因为人都是用那井里的水给羊群喝 井口上有一块大石头 当所有羊群都到齐了 牧人就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取水给羊群喝 然后把石头放回井口原处 雅各问这些牧人 弟兄们 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 我们是从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 你们认识拿贺的孙子拉班吗 他们回答 我们认识 雅各又问他们 他平安吗 他们回答 平安 你看 他的女儿拉姐领着羊群来了 雅各说 现在太阳还高 不是牲畜聚集的时候 你们取水给羊群喝 再去木放吧 他们回答 我们不能这样做 必须等到所有的羊群都到齐了 有人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我们才可以取水给羊群喝 雅各还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姐领着他父亲的羊群来了 拉姐原来是个牧羊女 雅各看见了舅父拉班的女儿拉姐 和舅父拉班的羊群 就上前来 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取水给舅父拉班的羊群喝 雅各和拉姐亲嘴 就放声大哭 雅各告诉拉姐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是利百家的儿子 拉姐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 拉班听见了关于外甥雅各的消息 就跑去迎接他 拥抱他和他亲嘴 带他到自己的家里 雅各就把一切经过 都告诉拉班 拉班对雅各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与拉班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 你因为是我的外甥 就要白白地服侍我吗 告诉我 你要什么报仇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丽雅 小的名叫拉杰 丽雅的眼睛虽然可爱 拉杰却生得身材美丽 样貌娟秀 雅各爱拉杰 所以对拉班说 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 我把它给你比给别人更好 你就与我同住吧 于是雅各为拉杰服侍了拉班七年 他就看这七年好像几天一样 因为他爱拉杰 雅各对拉班说 期限到了 请把我的妻子给我 好让我与他亲近 拉班就摆设宴席 邀请了那地方所有的人 到了晚上 拉班把自己的女儿丽雅 带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他亲近 拉班又把自己的卑女西帕 给了女儿丽雅做卑女 到了早晨 雅各才看出原来是丽雅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杰的缘故吗 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拉班回答 大女儿还没有出嫁 就先把小女儿嫁出去 我们这地方是没有这规矩的 你与大女儿七天的庆典过了以后 我们也把小女儿给你 只是你要再服侍我七年 于是雅各这样做了 他与丽雅七天的庆典过了以后 拉班就把自己的女儿拉杰 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把自己的卑女毕拉 给了女儿拉杰做卑女 雅各也与拉杰亲近 并且爱拉杰胜过爱丽雅 于是他再服侍了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丽雅失宠 就使他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刘本 因为他说 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 现在我的丈夫必爱我了 他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勉 他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这一次我的丈夫要依恋我了 因为我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因此给孩子起名叫立位 他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了 因此给孩子起名叫犹大 这样他才停止了生育 这次我给孩子起来的儿子 就说 这次我给孩子起来的儿子 就说 这次我给孩子起来的儿子 感谢观看